二法一旦通过 视线是唯一也是必要的途径 民进党干事长吴思瑶眼神坚定 晚间八点多 立法院扩权法案才刚三读通过 律营立委想方设法扭转战局 总统依法还是会予以来公布法律 二法一法 但是呢我们会即刻的由立院党团 来申请大法官宪法法庭的视线 我们也会请求大法官的 紧急处分 希望宪法法庭可以透过紧急处分 能够暂缓让这一步恶化上路 蓝营杀盘推演 绿营反制方式包括总统不公布法律 行政院提复议立委提复议 申请视线和解散国会等等手段 其中又以申请视线可能性最大 绿营证实一定申请视线 对蓝营主张藐视国会罪 只针对公务员不是民众 相当不以为然 对于人民是在调查权听政权的那一个专章里头呢 可以对人民查水表 傅昆吉怎么连自己提案的版本 到现在都三读通过了 还这么的状况外呢 所以到底这部法律是国民党团写出来的 还是中国的习近平下指导集写出来的呢 针对扩权法三读视线 绿营将锁定实质内容为线 以及程序不正义两部分分进合集 希望收回荒腔走板的扩权恶法 明镜新闻重播导 明镜新闻重播导